我是桃树 你好 桃树 桃了圆 我们的乐园 我是桃树 你好 桃树 桃了圆 我们的乐园 我是桃树 你好 桃树 桃了圆 我们的乐园 大家一起 快来 投鼠套乐园 投鼠套乐园 来来来 快来快来 看看我新做好的龙舟 哇 龙舟啊 哇 嘿嘿嘿 美吧 是马亮帮我上骰的 是很好看 想不想滑 我们去参加龙舟赛 包拿第一 赛龙舟吗 是男子汉就要滑龙舟 不滑龙舟 不算男子汉呢 好了 我参加 你别再嚷嚷了 鲁班叔叔 我也要参加滑龙舟 投鼠 你是很强壮 不过我的船太大 你个子太小了 我能参加吗 怎么可能 你太小了 有了 哎呀 现在 你们可以组织自己的龙舟队了 哇 哇 好啊 我想成为龙舟队的队员 我也是 少不了我 还有我 呃 怎么 你那么小 怎么参赛 而且 你是个女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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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哈哈 个子小不是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召集小朋友来滑龙舟了 知道 我们不需要女生 只要男生 好叔 你想干什么 无敌战士 一定要上到船 飞 我 我 我 快 你们看 我在水里找到什么 哎 怎么会有粽子 这是为了纪念屈原 屈大夫的 嗯 屈原到底是什么人呢 屈原嘛 是春秋时期 一个伟大的诗人 也是楚怀王的大臣 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 哎呀 他心如刀割 却无能为力 于是 屈原在五月初五 爆石头蜜罗江自杀了 哦 传说 屈原头江后 蜜罗江附近的渔民听到消息 立刻甲鱼舟赶来抢救 大家有的用木板 便单做奖 几个人划着一只船 争先恐后 沿江而下 来到洞庭湖 找到屈大夫了吗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人民担心屈原的尸体被鱼吃掉 就用竹简装米丢在水里 让鱼吃 免得伤害他 哦 哦 普通的粽子是包猪肉和栗子 碱水粽是甜的 可以蘸白糖 或是包豆沙 也有人把粽子做成素的 一点肉都没有 小朋友 你们知道包粽子 通常是用什么树的叶子吗 是竹树的叶子 你们猜对了吗 喜欢吃粽子吗 喜欢 好 今天我就要教你们怎么做粽子 我们有用到糯米 有猪肉 栗子 香菇 虾米 然后呢它的馅料跟这个糯米呢 我们是要分开来调味的 材料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绑粽子了 绑粽子呢 我们是有用到的是种叶 我们就是拿着一片叶子 首先 把叶子折成一个锥子的形状 然后 把糯米装进去 接着是丰富的馅料 别忘了再铺上一层糯米 小心的用叶子把材料包住 然后用绳子绑紧 这么做是防止材料掉出来 好了 看像不像个三角形的包裹呢 打了一个结之后再按住这个结呢 再给它打多一个结 这样它的绳子就不会掉出来了 这样给它压紧 这样就可以了 包裹的粽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在热水里面煮了 粽子都是三角形的吗 不一定 上海人的粽子是长方形的 里面包了花生 广东人的粽子是四方形 叫做果蒸粽 是用荷叶包的 里面的材料很多 你看 是不是像个包裹呢 不过 大多数的粽子都是三角形的 哇 粽子熟了 哇 粽子熟了 小朋友 包粽子难不难 难 我觉得包粽子很难 因为当我把粽子放在我手里的时候 我很怕那些米会掉出来 我觉得鲜肉粽很好吃 好香哦 妈妈 你几时包粽子给我们吃 今天我也包了粽子 大家快来吃 哇 太好吃了 陶叔 听说你们已经开始学滑龙舟了 是啊 怎么样 过几天我们先来个比赛吧 比赛 好啊好啊 端午节更有趣了 嗯 来来来来 还吃 走吧走吧 去 去哪里啊 练习啊 你们不想输给小孩子吧 啊 粽子呢 不可以吃 练习 练习 大家一起 快来 考树考乐园 大家一起 快来 考树考乐园 马亮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找我朋友复连 教我们怎么滑龙舟 喂 我说个不要找女生 卖花儿 好香的花儿 快来买啊 卖花儿 好香的花儿 快来买啊 苏林 是你呀 马亮 我们在组织龙舟队 你有兴趣吗 好啊 我最喜欢滑龙舟了 我们连传奖也没有呢 没问题 传奖我家多的是 你们的朋友没事吧 没事 她只是对女孩子敏感罢了 嗯 为什么苏林可以滑龙舟 我不可以 要把船停在岸上 一个人扶着船 你看 找苏林来是对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哥哥 我也要上来 好吧 来 好吧 来 耶 嗯 现在我们有两个女生 女生又怎么样 女生就是麻烦 帮不上忙 谁说的 女生滑龙舟 一样可以很出色 是真的吗 不信 就带你们去看 真的有女生 教练叔叔 女孩子真的也可以学滑龙舟吗 现在男女都是挺等的 就是说男女都可以挖 你喜欢 不管你是男跟女的 都随时欢迎 那你们为什么会对滑龙舟感兴趣 因为滑龙舟可以让我身体健康 可以在学上活动 不觉得滑龙舟很吃力吗 我觉得滑龙舟不会辛苦 因为我很有力气 女生加油 加油 加油 请教练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龙舟队的结构吧 嗯 基本上龙舟只会分龙头 龙中间跟龙尾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 龙头的话 我们会放一个鼓在龙头前面 就是有一个鼓手来向下向下这样 就是那个龙头了 然后龙的中间 我们会放一点比较大力的 比较强壮的人在中间 以后把那个龙舟挖得快一点 龙尾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叫拖手一样 就是在龙尾 龙尾的话 它就是补持那个龙舟的方向 要左右或是前行这样 为什么滑龙舟时要打鼓呢 难道是怕滑龙舟时会打瞌睡 让它们保持清醒 打这个鼓就是把那个接牌跟那个船一起挖 以后每一个在船上面的人都听到的话 它就会跟那个接牌来挖 这么说鼓手是龙舟队里最重要的人咯 舵手要控制方向 它最重要 没有人划船 龙舟就不能动了 划手也很重要哦 其实从龙头到龙尾每个人都很重要 谁也不能缺少谁 只有合作发挥团队精神 龙舟才能又快又稳的向前进 哦好像很有道理 不怕船销 不怕波浪打 努力啊努力 努力向前滑 不怕船销 不怕波浪打 努力啊努力 努力向前滑 看你们那么努力 我们也要加油了 大家一起 快来 逃出套乐园 大家一起 快来 逃出套乐园 各位 如果要龙舟前进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很整齐 要成功滑到对岸 我们需要练习滑桨时动作一致 现在我一打鼓喊口号 你们就滑桨 懂吗 我要喊口号 不行还是让我来喊 金泰 他是鼓手嘛 应该听他的 嗯 竟然要我听女生的话 滑 滑 喂 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能喊口号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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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丑哦 金泰 够了 糟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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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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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退出 大家有话好说 桃树 你要去哪里 不是听你们吵架 就是不停掉下水 好累啊 我不练了 我也不想练 不如我们去市集看杂耍吧 好啊 我喜欢看杂耍 我也要去 玲玲 我带你去 桃树 你看 玲玲 来 你们不是应该在练习滑笼柱的吗 怎么跑来看杂耍 哦 我们太努力练习 总应该休息一下嘛 是吗 好 你们就看杂耍表演吧 不过他们好像还在热身呢 要不要去看看 好啊 做任何运动之前 一定要热身 练好基本功 他们要表演了 快去台前看吧 嗯 扯鲁也叫斗空竹 它在民间流行的历史至少在六百年以上 一般的空竹都是用木或竹子制成的 哇 小小一个空竹就有那么多变化 是啊 目前掌握的花样技法就有一百多种 还有双人 多人等很多集体的花样 嘿嘿嘿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嘿 这就叫熟能生巧 是什么意思 啊 只要多练习 什么都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准 他们的骨头怎么那么软呢 因为他们在表演软骨弓 这是中国杂耍的其中一项 杂耍是什么呢 杂耍也就是我们说的杂技 哇 你们的身体好软 怎么样才能把身体练得这么软呢 每天要练习三个小时 你们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十三岁了 十二岁 是练了多久才有这样的成绩 我学扯鲁学了三个月 我从十岁开始学 学了三个月 最难的表演是什么呢 四男表演都是那个两把顶 一个在我肩上起 一个在我腿上起顶的一个 最难起了 因为两个都是起顶的 都一个我弄了他们两个 看着买男 真精彩啊 最重要是大家练习时要合作 培养出很好的默契 默契 什么是默契 我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动作 随时和你配合 那就是默契 培养默契有什么好处呢 才会有精彩的表现 赢得大家的掌声 好像他们 小朋友 想要表演精彩 我们要注意哪两点呢 对了 就是多练习 就会熟能生巧 好 和你的队员合作才会有好的默契哦 哇 好精彩的表演 这是靠他们勤劳的练习 所以 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什么意思呢 练习不认真 到头来一场空 成功就是要苦练 嗯 嗯 嗯 可是如果要成功 如果要得到大家的掌声 就要合作 但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成功的 嗯 嗯 嘿嘿 我走了 嗯 好吧 如果你要打鼓 就让你打吧 算了 反正你比较有经验 我不和你争了 对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成功把龙舟划到对岸 要不然 怎么和鲁班大叔他们比赛 喂 你们拿出精神来好不好 被你那么折磨 谁还会有精神啊 我不想输给他们 我不想输给桃树他们 我不想输给桃树他们 哎呀 我们不会输的 他们毕竟只是小孩 怎么可能打败我们 回去喝茶好不好 嘿嘿嘿嘿 爸爸 你看我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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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阵风啊 你还说他们只是孩子 是孩子 有两个是我的孩子 真了不起 嘿 还不加油 快滑呀 快滑 快快快快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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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我们成功了 哇太好了 琳琳 你立了大功 原来女生也有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